四天的中秋連續假期 讓清潔隊員清運了很多的垃圾量 十分辛苦 因此在六號下午 花蓮市長魏佳賢和多魏的市民代表 特別前往了清潔隊制證兩萬塊錢的加菜金 而市長魏佳賢也表示說 接下來是雙十國慶連假了 清潔隊還是不休息的 請民眾一定要儘量做好垃圾分類工作 疫情趨緩後 從暑假開始 花蓮就湧入大量旅遊人潮 加上這次的中秋連續假期 也有不少民眾相約親朋好友 一同烤肉聚餐 也連帶影響到垃圾及資源回收量 有明顯增加 今年當然除了報復性消費 能增加我們資源回收量增加之外 當然也由於我們現在外面的 資源回收的價格 真的是大幅的跌落 所以說我們很多以前 就是個體戶會再去的資源回收物 現在都回流到我們清潔隊 那我們今年暑假的資源回收的量 大概增加每天增加3到5公噸 大家可能很難體會3到5公噸 是有多大的量 但是在我們在資源回收的分類的工作上 我們必須為了這3到5噸 要增加3到5個人來做處理 在施工所極力倡導垃圾分類下 一般垃圾量相較去年同期相比 是少了84公噸 但資源回收量每天卻是平均增加了3到5公噸左右 需要更多人力來做後續處理 也加重了清潔隊員的工作負擔 6號下午花蓮世代會主席蘇美租及多位代表 就特別前往清潔隊慰問隊員 並且發放加菜金感謝他們的辛勞 在上個禮拜終究連假了4天 那再加上這個禮拜的國慶假日連假3天 再往後還有一個全民運動會 那我們花蓮市的垃圾量會暴增 那我們清潔隊的隊員也不眠不休 來為我們花蓮市的清潔跟環境來努力跟付出 那這次在我們市民代表會主席蘇美租蘇主席的帶領之下 一起來關心我們清潔隊的所有的隊員 那也期盼他們在往後的日子 除了為我們花蓮市民努力之外 也要好好照顧自己的身體 那今天也要謝謝我們代表會主席 我們蘇美租主席副主席 李政偉副主席 還有全體的代表 那一同來衛免我們的清潔隊隊員 那站在花蓮市公所這邊 也會全力的來照顧好我們隊員的福祉 也希望他們該休息的休息 該工作的時候就努力去工作 那為我們整個大花蓮的一個環境整潔 讓所有的觀光客留下美好的印象 隨著中秋連假結束 緊接而來的就是雙十國慶假期 以及全民運動會 清潔隊長吳慶展表示 這是花蓮市清潔隊面臨的最新挑戰 有信心將花蓮市的環境做到更好 另外市長魏嘉賢則是提醒民眾 雙十國慶連假清潔隊一樣是不打烊 請民眾要配合垃圾不落地的手運時間 記者 許麗晴 花蓮市報導 請到 請到 谢谢大家